您知道养花消耗最大的是什么肥料吗? 不是氮肥,也不是磷肥,更加不是假肥,而是这个,菌肥 今天我就教大家低成本的制作菌肥 哈喽,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有没有发现一个特殊的问题 我们买肥料的时候,往往菌肥都特别的贵 但是把菌肥买回来之后 总会发现这个菌肥不是那些大厂,大的工厂生产的 都是一些小工厂生产的 为什么大工厂就不喜欢生产这个菌肥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平时我们用的什么复合肥,磷酸二氢胛化 甚至花多多,这些乱七八糟的肥料 它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存放好几年 但是菌肥不行,一年以内的菌肥还能拿来使用 超过一年以上,里面的细菌就会大量的死亡 这个损耗太大了 所以大工厂基本上都不愿意去生产这个东西了 那农民伯伯种菜的时候用什么菌肥呢? 我告诉你,专业的农民都是自己发酵菌肥 而且不用这种肥料,都是自己弄 非常简单,用的就是它 这是我们平时发酵面包,做面包用的酵母粉 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使用酵母粉 这是农民伯伯教的 如何使用酵母粉,自己在家自制菌肥 这一瓶是我最近买的液体菌肥 老实说网上买的,也真不便宜 比起我们买其他肥料,这个很贵的 另外这个东西不能长时间的拿来使用 打开盖子之后,或者是买回来之后 要尽快的把它使用完毕 因为细菌如果在不良好的存放条件之下 是很容易大量的死亡 所以我们在家,其实我们没有必要 如果养的花不是很多,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买这种菌肥 无论是干肥也好,或者是这种水肥也好 都是不用买的,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弄 首先材料准备,我们需要使用一个简单的容器 这个容器可以稍微大一点 然后是一包酵母粉 这个我们在超市买到那些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一定量的凉白开 凉白开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没有了 大家尽量呢,就还是煮点凉白开吧 自来水没那么好 另外呢,这个是玉米粉 一些过期的玉米粉,拿来喂鸡的 如果没有,你可以用些面粉也可以 平时我们买去买的黄豆粉也可以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酵母粉打开 然后把它全部倒进去 接下来是这个玉米粉 玉米粉的量大概是酵母粉的五倍左右 一般一包这样的酵母粉呢,是13克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玉米面呢,我们可以用到50克到60克左右就可以了 加完玉米粉之后呢,这个是大概的操作 然后呢,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红糖 这个是今年用剩的一点红糖 不够呢,大家也可以用点白砂糖 或者是葡萄糖代替 红糖传不下去吗 红糖呢,一般情况是酵母粉的25倍 25倍,这个是13克 13克的酵母粉 也就是说这里大概是250克 大概半斤左右的红糖 红糖不够,用点葡萄糖代替 这是葡萄糖 大概的量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往里面加入500克的凉白开 500克就是你的500毫升 然后把它,让它彻底的融化 完成之后,我们将它彻底的融化搅拌 最后是取来一个容器 我是用的这个密闭性比较强的容器 而且是那个厚,比较厚实的 然后把它全部倒进去 今天的红糖量不是很大 所以呢,只能弄了这么一点 但是这么一点呢,已经够了 全部倒进去之后呢 经历过第二次的搅拌 搅拌均匀之后呢 就可以盖上盖子 放在通风阴凉的位置保存 制作好的那个菌肥呢 大家记住尽量的把它放在一个25度到30度左右的温度下 让它存放 然后呢,我们每天都要把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呢,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接触氧气 因为充足的氧气才是这个菌肥的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 然后基本上呢,这样发酵呢 最快15天,最慢30天左右呢 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液体的表面浮上一层白色的那个菌 而当这种白色的菌是产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去使用了 这样发酵出来的这个菌肥呢 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效果也非常好 对比我们去网上买这些菌肥 老实说我更信任它 因为我无法确定这里面的细菌是活的还是死的 无论商家怎么告诉你这是什么活菌啊 他们都好的保存方法 但是细菌毕竟是细菌 它只能存放一段的时间 这里面没有它所需要的生存空间 所以呢,慢慢它就会死掉 所以我们购买这种菌肥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生产日期 超过一年以上的菌肥呢 大家就不要买了 那么我们制作好的菌肥 我们该怎么去拿去使用呢 一般情况我有三种的使用方法 第一种是直接灌根 就直接泼到土壤上面 尽量大家使用它的时候 和磷酸二氢酱或者其他的肥料共同使用 这样子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可以拿它做叶面肥喷丝 使用的时候拿工具把它过滤一下 然后把液体取出来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定的米醋 再加水 这样子可以直接做叶面肥喷到植物的叶片上 可以非常好的促进植物的生长 最后一种呢,其实菌肥我觉得最大一个作用呢 并不是喷到植物上面或者是怎样施肥 而是作为肥料的发酵剂使用 作为肥料的发酵酵母来使用 很多朋友发酵积分的羊分的流分发生服务的时候都会用到菌肥 那些菌肥呢 老实说这样的菌肥我觉得还没我这个来的简单 最后再说一下我们用酵母菌 酵母菌我觉得是最容易获得的一种细菌 其实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喝剩那个酸奶呢 也可以拿来使用 也可以作为细菌 用制作这样的那个菌肥 好了,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菌肥的使用是对植物生长非常关键的 如果你还不懂 可以加我微信或者下方留言 我是佛山二花将 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